下车 下车 下车就下车 郭老师你别想来冤枉我 这件事我会如实地 向田主任汇报 我还继续会查你的履历 只要有一点不干净 你马上给我走人 你就是要冤枉我到底 是不是 我到底怎么你了 你知道我一 我不想听你的私事 我只知道你面试迟到发烧不报 在工作中无故离席 你就那么爱钱吗 你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不需要了 我不想和一个 侮辱我理想的人继续讲道理 你的理想 一文不值 就因为我权 我的理想就不值钱是吗 对 我是没有一个 当翻译官的罢了 从小可以用法语讲故事 我也没有一个会做生意的妈 我想去法国抬腿就能走 我永远是我们班 最后交学费的 我如果中学毕业 就去学什么稀有金属电气汗 我早就是一个高级蓝领了 我妈妈手术早就做了 根本不用担惊说 怕哪天会一觉不行 我就不应该去学什么法语 我就不应该有什么理想 我这么穷 我还有理想 拿着绅士当身份 一条条给别人数伤疤 有什么本事吗 你什么都有 你当然不用关注这些 你只要去关注你的崇高 你的理想就可以了 但大部分人是我这种人 我们这种人 一辈子都买不起 一辆这样的车 你知道我们这种人 要拼尽多少努力 才能赶到你的起点 你呢 你只会站在你的终点 嘲笑我们 走得慢 考高翻院不是选秀 你卖惨博同情是没有用的 你当然不用卖惨博同情了 你法语好 家境好 外貌好 但你再好也没有人性 你再给我说一遍 我说你没有人性 你根本关注不到别人的难处 很委屈对吗 很想哭对吗 想哭就靠在我身上哭吧 对不起 是我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来吧 来吧 你知道你说话有多伤人吗 如果你需要的是 这种虚假的同情 要多少有多少 我希望你赶快给我滚出高翻院 你 我不会走的 由不得你 程佳阳你听好了 高翻院我留定了 高翻院我留定了 就你有车啊 每次都来这套 每次都来这套